就是這樣選 選完之後呢 結果就出來了 應該會比較簡單吧 OK按確定 一樣的結果 點兩下 一模一樣 OK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出來呢 前面都有答案 有沒有 第一個你要先 先想到說 他的函數名稱 插入有沒有 程序裡面方選 叫第12好了 第二個就是 瓜糊後面有參數 所以你要幾個參數 剛剛不是有 這個幾個參數有沒有 所以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你要想到 我在後面呢 我要增加幾個 包含就是 郵遞取號 反正就這一串嘛 所以你可以偷懶一下 上面欄位複製 貼過去在中間加豆點就好了 OK 那傳進來之後他怎麼串接呢 這個後面的話呢 就必須透過什麼 透過判斷 那判斷的方法 我想各位可以 因為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這裡的話我直接來看 就這個 第12 插入這幾個對不對 那進來之後的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if 那特別注意 if跟then 如果後面的那個 是簡單敘述 所以簡單敘述說只有一個敘述的話 就不用and if 你直接放在then的 後面就可以了 這個部分是簡單敘述 所以如果 像裡面的東西 斷裡面的東西 不等於空字串 所以這個是不等於 等於 等於 是 那不等於就是這樣用法 不等於空字串表示裡面有東西 如果有東西的話呢 那這個段 就 幫我放幾段 OK 那最後的話呢 全部再穿接在一起 再return回去給地址2 return有沒有 因為它是一個function return回去就OK了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函數 我想細節部分請各位 回頭再看一下 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往後要 制定函數 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記得 第一個 要給使用者輸入什麼 第二個 你要做什麼樣的 這個邏輯的 判斷 那最後的話 記得什麼呢 第三個就return 回去給自己 你如果沒有return回去的話 那結果都要丟哪裡去 特別叫return 很容易忘記 return給自己 那自己的話 再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 答案 就出來了 OK 這個是第二個步驟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是這個 第二個 那當然第二個 一定會比第一個來的簡單多了 所以特別是最後的話 第2個羅勃一個坑 分別把它填上去就可以了 好 第二個方法 理論上當然 這個方法應該會減變 不過呢 再來第3種方法 這個按下去 全部出來了 多增加一個地詞清 這個剛剛有講過了 有沒有 地詞清除 那你會想說 再來 其實這個也沒有跳脫太多 只是說 這個邏輯 這一題稍微難一點 是說我們會用到 邏輯判斷多一點 就是 不只是else if可以搞定 還有if else 是